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忠心李 担任客户服务经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多结雄灯护法和金甲义护法之间的关系 既然我们已经修持金甲义护法的法门 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多结雄灯呢? 原因很简单 大家拥有不同业力的关系 所以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佛菩萨或护法 都有着不同的感应 有些人和金甲义护法的感应比较强 有些人则和多结雄灯护法的感应比较强 在350多年前 多结雄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觉悟护法 它和金甲义护法一样 以在世间的样子显示 但它却能够比金甲义护法 更迅速有力地帮助我们 金甲义和多结雄灯护法 能带给我们不同利益与帮助 由于多结雄灯是智慧 文殊菩萨的化身 所以修持多结雄灯的法门同时 也能够得到如文殊菩萨一样的加持 帮助去除我们的无名 并增长我们的智慧 帮助我们在领悟佛法 与修习佛法上有更快的进步 多结雄灯它成为护法 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为了保护 由中喀巴大师对龙树菩萨的 中观见解的示意 因此 修持多结雄灯护法 也能够得到有关的利益与帮助 多结雄灯护法的法门 也是我们的上师 尊贵的瞻度古人伯切 所建议我们修持的 大家知道吗 在不同的传承里 也有不少多结雄灯和金甲义护法 有关的例子 在修持多结雄灯护法的观想中 金甲义护法和多结雄灯护法 是存在同一个坛城里面的 在撒迦传承 在第三十一世撒迦法王 龚嘎罗佐的时候开始 金甲义护法 多结雄灯护法 以子马护法 并称为三王护法 是当时撒迦派主要的护法 在格鲁传承中 三大寺院之一的 甘丹煞济寺的护法法会中 金甲义护法和多结雄灯护法的酬共 是一起进行的 所以金甲义护法 与多结雄灯的关系 就好像兄弟般亲密 只要我们提醒其中一位 他们就会一起出现来帮助我们 在多结雄灯还没有成为护法前 有着许多显赫的转世 都与金甲义护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有关的其中两位 在六百多年前多结雄灯其中一位的前世 为印度的大翻译师 罗丁舍拉尊者 当时尊者从印度去西藏的时候 慈悲的金甲义护法出现自见的护送尊者 从印度到西藏 在三百五十多年前 多结雄灯其中一位前世 是西藏的都顾扎巴尖战 他本身主要的护法也正是金甲义护法 在都顾扎巴尖战成为多结雄灯护法的时候 有一位高僧误以为他是一个邪灵 并想透过用火供来降伏他 就在这个时候 金甲义护法出面协助多结雄灯 然后一起从火堆中消失 由此看来 多结雄灯与金甲义护法的关系 是十分密切的 他们都是证悟的护法 共同的任务就是护持佛法 即为修行人提供各种顺缘 与确保传承法脉得以延续 因此他们都是我们可以皈依的对象 好了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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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